你可曾记得西遥 西遥是谁啊 一致倒退 倒退到原点 那些曾经温暖 悬淹过的画面 渐渐倒忘记 赶不上明天 只要用力的 找尽了想念 明天再也 没有你的笑脸 静静靠忘记 空击的世界 大家好 欢迎收看燕红的视频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怀旧系列 仙剑三中西遥造型的 头饰制作与展示 说起仙剑 应该是很多人的 童年回忆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 很少上网 每天都守着电视看 在我小时候 还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 画了一张赵灵儿的画像 送给了我的好朋友 作为生日礼物 上次去好友家 还看到了这幅画 现在看来 真的是满满的回忆 其中西遥的 这个造型印象 特别的深刻 第一眼就觉得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仙女 我觉得那个时候看电视剧 和我们现在不一样 那个时候的一个形象 记忆会非常的深刻 现在的形象 好多都感觉 没什么记忆点 感觉看了就忘记了 你们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人物吗 西遥的这个造型 仙气十足 头饰好看又简单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自己动手 试做一下哦 这里用到了一些 长条形的异形珍珠 和一些透明的珠子穿成 中间是一个米字形的结构 一圈是八颗珍珠 中间有一颗透明珠 前面是一个圆形的配件 通过这个米形的结构 开始向外发散和挂珠子 这个头饰做出来是一片式的 需要后期头发支撑起来 才可以呈现出效果 所以这里只需要将配件 和链条挂上去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两边是两片大片的银叶子 中间用透明珠子串联起来 让整个呈现出一个网状的结构 两侧有圆形的配件 以这两个配件为基础 将周围的链条都连接上来 前面的部分需要有弧度的垂下 一头固定在前面 一头固定在圆形配件上 后面的部分也连接好珍珠向外发散 两边再挂上长流酥 整个头饰就差不多完成了 这下总学会了吧 每次一听到这首歌 就会让我有一种悲伤的感觉 痛惜阿桑 比你的爱一直很安静 来交换你和我可以的关系 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 我却始终不能运行 比你的爱一直很安静 除了泪在我的电影上人心 越来越反省 越来说明 你突然不爱我 这件事情 我却始终不能运行 这次的造型由我们的朵朵来做展示 再次的造型由我们的朵朵 我却始终能运行 赋设 我却始终能运行 我却始终能运行 你 真是 还是 我却始终能运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